这边是awesome 就是战小朋友的人马 一号位人马 诶不对啊 难不成是中单人马 先是感谢一下我们的赞助商 冠名赞助商KK畅响 还有我们的特约赞助商艾瑞浩斯 DX Razor以及斗鱼TV 虽然也是一身装备 一级开悟 他们这一级开悟倒是比较凶 一代是让SK戳到人 那基本上是必杀 因为有一个1600把的一个长线手减速 只要看到人是肯定能杀得到的 SK走前面 但是对面的话是走了你的眼区 这SK没带鞋子出门 出门买的东西比较多 真假眼 木 两个木 再加上一个鸡 确实没什么钱买鞋子 好 果然是一个优势路单的闲置 CH带队钢3 看到人了 那这里一个分路看出来就是 是 对面 诶 调整换路了 他这个带队钢3 当然这两个其实还是要动起来的 你升幅足够把所有位置都看清楚了 对 对 好像是看到他们这里有脱节 酒先没来 这不太好动啊 SK毕竟还有一脚戳 是不是要动 看一下白火的位置 诶 有想法要动的 是要动的 动下了 射一箭出去 诶 王美杰 王美杰 踩一掌 一血 赌狗的 这是一个鸡脚之士 你往哪边戳都不对 嗯 像赌狗拿了一个一血之后 他就有鞋子了 接下来他们双游会打得很速 是 有鞋子的话真的不停游 对的 他的一个先手的速度也会变 变体精灵中路打火猫 哎呦 这没位置射啊 先打一顿再说吧 反正我身上有很多小进化 他们是选择打打得很强势 嗯 我就给你拼补给 先知上路 鞋子魔棒 然后跟这边打 先知打蝙蝠一对一的话 应该是先知 嗯 无限优势的 对 因为攻击力弹道这些 确实优势是比较大 诶 过来了 有人挡箭 有人挡箭 一脚台 这里好像反杀狗 有两个独狗 反杀狗还杀不掉 还差一下 还差一下 杀王梅兰刺 如果有鞋直接走掉 反杀狗刚才 带人马自己 确实是跟不上 前知大蝙蝠 这里想要单杀这个先知 还是比较困难 因为前期是不会去生这个蓝油弹 嗯 实在不行我直接飞走 对的 然后再TP回来 这个人就没蓝了 是的 小树人 小树人敢斗你的英雄 自己去补灯 对 先知 打野之后 也是慢慢的被开发出了这种 呃 去 solo的打法 对 打回家了直接 准备 蛎 doubles 别出来 是 浪 以后 温 我说的是正式人形 挺有看点的,因为MiniMe在之前CIS是他们的一个除了Black以外的一名真大队员手 他在3号位上可能会比月月峰更有明星,因为他比较年轻一些,更加有一些冲劲 而且我们跟他们训练的时候,他的一个3号位是打得非常稳 包括像健身,或者末日,以及像那个3号位那叫什么,炼金术士,都会打得非常有节奏 他宁愿线上的经验不吃,他也会去选择去梳妆鞋子,蹲出路的人,或者去破两个酱油的雾这些 这时候可能打的会比较的有灵性和激进一些 灵动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要比对面高一个档次,你就要灵动 然后如果对面看破了你的方法的话,可能你动起来会把自己越动越伤 是的 他现在可能更多的要学习的是大风格的稳,尤其在打职业 或者说是面对的水平非常高的这些一线的职业选手的时候 就一定要把自己的灵动跟稳重要结合起来 这样的话,对他的以后的发展应该会比较有利 而CH这位选手的话也是在IG多年 之前可以说是被血藏吧 然后现在的话终于是一招不出 我们上次也说了,鲨鱼哥为什么叫鲨鱼哥是吧 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一招出关,责任而逝 好,比赛重新开始 也是满味CH感到遗憾的 因为对于一个职业选手来说,这一年中的时间 没有打比赛影响还真的是蛮大的 但是反过来 如果是塑尼,你跟着下来 少了 我被判断了 прид吃一点 我被判断了 我天哪呢 我们是天哪 我被判断了 我被打断了 你被判断了 你干什么 我被判断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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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